北洋军阀混战时期 中国的空军力量到底有多强 这段影像是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 奉军部队在出征前经过震危军总司令张作霖的特许所拍摄 镜头中可以看到时任震危军行军总指挥 第三军军长江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及空军司令的张学良 和以幽默著称爱好写诗 又喜欢收编外国雇佣兵的震危军第二军副军长张宗昌 以及张作霖的把兄弟任震危军第五军军长 兼北部马队指挥的吴俊升 还有抗战时期投靠日伟被枪决的东三省航空处总务处长 兼空军参谋长姚希九 河东三省航空处的总教练库达拉因阔在出征前的景象 1922年和1924年 北洋直系军阀和凤系军阀之间爆发了两次直凤战争 在这两次战争中 飞机正是作为空中力量在中国的战场上发挥出强大的威力 早在直凤战争之前 袁世凯就曾经出动飞机镇压过白狼起义军 在直晚等战争中也曾应用到飞机 但使用规模和影响都很小 不过直晚战争后 各方势力已经意识到了飞机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直系军阀的首领曹坤 开始在直立保定修建机场 将大型的飞机运往保定成立了保定航空队 后来又不断扩大空军规模 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航空队司令部 凤戏军阀首领张作林 在直晚战争后 也趁势将晚戏军阀控制的南院航空 连机带人洗劫一空 其中便有留学过法国的飞行员姚西九 并且成立了东三省航空处 修建了东北地区最早的机场 沈阳东塔机场 镜头中看到的便是东塔机场的景象 但1931年918事变后 这里沦为了日军的空军基地 1945年抗战胜利后 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就是在 东塔机场换乘飞机时 被苏军俘虏 不过在第一次直凤战争中 由于经费拮据 凤系的空军力量并不咋地 主要就是发发传单和敌情侦查 而直系的空军发展虽然快一些 但也处于初级阶段 在战争中也暴露了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有一次直军在长新店投放的三枚炸弹中 就有两枚式亚弹 还有一枚只炸伤了三匹战马 想要轰炸的地方投不中 还有一次一枚炸弹落到了美国水兵乘坐的火车附近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可见直系空军无论炸弹的质量准确度 还是杀伤力都很低 不过就在直凤两系的陆军打得难分胜负之时 直系空军在长新店凤军指挥部附近投放的数枚炸弹 也间接导致了凤军前线总指挥张锦慧溃逃 总的来说直系的空军 对凤军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使凤军军心大乱节节败退 第一次直凤战争最以凤军失败而告终 经此一战 直凤两系军阀都看到了空军力量的关键作用 而此时日本也因为害怕直系势力进入东北 于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武器 全力支持张作霖整军金武 而想要一雪前耻的张作霖 在得到了日本的支持后更加重视空军的发展 直凤两系军阀也开始赤巨资 展开了史无前例的空军竞赛 张作霖更是把发展空军的任务 直接交给了他的儿子张学良 1923年张学良接替乔更云 出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兼航空学校校长 由姚西九担任航空处总务处处长 张学良一上任 便不惜重金广览人才 派人出国考察学习 从英法得意等国引进先进的装备 将东北航空队组编为 飞龙飞虎飞鹰三个飞行队 到第二次直凤战争前 凤军不仅拥有着数百架全中国最先进的飞机 还培养出了当时最优秀的飞行员和机械师 其中作战飞机也已达到一百余架 此时的张作霖对自己的空军实力已经是无比的自信 1924年 北洋军阀混战史上规模最大 参战飞机最多的一次战争 第二次直凤战争爆发 在这场投入了数十万兵力的海陆空 立体大规模作战中 空军飞机已经不仅仅是发发传单和侦察敌情 除了用来轰炸对方阵地 中国战场的上空也第一次出现了飞机在空中对战的画面 例如在山海关战场上忽有凤方飞机数架祥阳空计 无配服命直方飞机升起迎敌 但第二次直凤战争 凤军飞机对直军的轰炸导致直军伤亡惨重 可以说凤军空军部队 为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凤战争中的胜利 立下了汉马功劳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